第十二题 3月3号的防灾宣导中曾经提到 一氧化碳气体容易与红血球中的血红素结合 而使血红素丧失吸氧的能力 造成中毒窒息的现象 下列为甲烷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 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 燃烧之化学反应是 CH4加O2生成CO2加H2O 甲反应是细数尚未平衡 但若在通风不良的情况下 燃烧天然气时 反应是会变成CH4加O2 生成CO加H2O 以反应是细数尚未平衡 请回答第十一到第十二题 第十二题是说 加一两反应是平衡后的细数总和为多少 这要说我们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 老师说把最复杂的系数当作一或者是二 我们这里写一 表示要有一个碳 所以这里碳要有一个 那么这边呢 氢有四个 所以这里要写二 那有四个氢 那么我们发现右边呢 有二加二 有四个氧 所以这边要写上一个二 所以呢就表示呢 它也有四个氧 这样一加二 加一加二 所以这里的系数总和呢 是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以方程式 我们这里写作一 那这边就写一 这边有一个碳 那么这边呢 有四个 这边有四个氢 那么我们这边要写上一个二 那表示要有四个氢 那这边呢是一个氧加上两个氧 所以总会有二分之三个氧 所以这里要写上二分之三 这样就平衡好了 但是呢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有分数 都必须是最简单的整数 所以我们全部乘以二 所以这里变成二 这里变成三 这里变成二 这里变成四 所以二加三是五 五加二是七 七加四是十一 所以呢 以的系数和呢是十一 那么加起来呢 六加十一呢 要变成十七 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加一两反应式平后的系数总和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 dress tell us a 十七 我们答案选的是 a